来自玉里正的曾心平、曾心德和曾心红三兄弟 即日起到2月28号 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举办有限与无限连展 这次展出的作品类别包括了曾心平和曾心红是谁才作品 而曾心德则是书法作品 总共有47件 来自玉里正的曾心平、曾心德、曾心红兄弟 即日起至2月28号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办理有限与无限连展 这次展出者作品类别有曾心平、曾心红水彩、曾心德的书法 总共有47件作品 我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兄弟一起拿出来 其实我们兄弟都有画画细胞 我也有邀请几大兄弟 其实他们就比较客气 所以我想有机会 也许我们六兄弟甚至说我们家族 都可以来这次做一个展出 曾心平提到有六个兄弟 各个都非常爱书画 也有自己的风格 大家相互的欣赏跟鼓励 家族中目前已经有12位的美术科系的成员 这次是三兄弟连展 有机会可能办一次家族连展 将多样貌的艺术家庭成果呈现 分享给亲朋好友以及同好 这是一个开始的 那即使我们三兄弟连展 在泰东的金刚市现在也有在展 也是我们三兄弟 所以这次在那展出 可以说是给我们增加的一个启示 甚至于说一个很好的开始 费款处也欢迎大家到泰鲁阁国家公园走走 专程或是顺道来欣赏感受书画家笔下的创意之美 邀您一起走进曾心平曾心得曾心红兄弟 有限与无限的水彩与书法的境界 欣赏泰鲁阁以及花东地区的山海之美与回篮景致 记者高双双予访暴动